韩国瑜本人今天变身转换两种身份穿梭三个县市 一大早他先是以总统参选的身份来到了澎湖狂扫四个公开行程 然后搭飞机飞回高雄转变为市长 出席天主教在高雄开轿160周年的感恩祭奠 变身空中飞人 韩国瑜说因为有感于天主教对台湾的贡献 所以特别出席致意 在旋风停留高雄之后 接着北上晚间参加北部地区首场青年政策论坛 一整天穿梭三个县市 韩国瑜出席天主教在高雄开轿160周年感恩祭奠 现场民众见到韩国瑜本尊出现 加油声此起彼落 医疗交通以及教育关心弱势 这160年来天主教对台湾的贡献太巨大了 所以身为高雄市长在160年历史的长河 我们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角色 台上致辞 感谢天主教在台湾的贡献 身为高雄市的大家长怎样也要亲自到场致意 天主教进到台湾160年来 可以说不光是传福音 对台湾社会有非常大的贡献 所以我们今天来代表一份尊崇之心 为表尊重韩国瑜在小细节上也很注意 上午人还在澎湖凭选举的他 到天后宫上香祈福 妙房特地请出妈祖的观影盖在背上 中午转望高雄参加天主教活动 虽然同样穿白衬衫 但仔细看背上不见观影 明显已经换了一件衬衫 政策问题韩国瑜没多回答 在团队人员的引导下搭车赶托 一整天行程满档 上午先在澎湖展开倾听之旅 一连四个公开行程随机搭飞机飞回高雄 到展览馆出席天主教感恩祭奠 随后将北上到台北参加北部首场青年政策论坛 中途小插曲就在韩国瑜上楼后 展览馆网上的手扶梯突然故障 虽然在韩国瑜要离开时还没修好 但幸好下楼不受影响 韩国瑜也继续赶行程 记者赖一勋高雄报导